我的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Tit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OK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暗黑破壞神的天梯即將要換季了 那在夏天季跟換交接新天梯之前 你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如果你不想在暗黑破壞神裡面 應該說你如果想在下一季的 舊的普通的暗黑破壞神的模式裡面想要賺一筆的話 我選的是虛擬的貨幣 就是說那我想你務必要把這個影片看完 那可以讓你的傷害 你的損失降低到最低 因為天梯這個機制呢 那之前我們都是大概四個月或半年一季 那在這個月的 我錄製影片是2月1號 那2月的16號 尤其2月16號就是說 禮拜五的早上呢 那天梯正式的要下來了 那因為這一次的天梯呢 那應該說下一次的天梯呢 其實吸引人的地方 其實並不是讓人家很注意 當然官方有講說 他會有新的符文組 那還有說新的一些 李李可可 但目前來講 我個人還有我周他的 朋友來講的話 其實要衝天梯的意願 下一季的天梯意願不高 應該說是沒有 應該說是沒有 OK 那今天我正式的跟大家講一下 你在下天梯之前 要換季新天梯之前 你要注意到哪一些事情 如果你想要衝天梯 或是你不想衝天梯的話呢 那你一定要把這個影片給看完 這是我經驗的傳承 經驗的分享 OK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下天梯 我們上一季天梯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置物箱 在這邊來講 那因為天梯交接的時候呢 這些東西會完全的清空 所以你務必要在2月16號之前 將這些東西全部的清空 否則利用 上一季的天梯 將會取代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可以看一下 我這些東西其實 清到這些都已經剩一些 比較不是很重要的一些東西 就剩這些東西 所以說如果你的角色 裡面有上一季天梯的話 我建議你趕快趕快趕快把它清空 否則如果新天梯一換的話 那些東西全部都會不見 會讓上一季的天梯的人 才取代你 所以說你們一定要記住這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說 你下一季的上 而這一季的天梯 什麼東西要保留到下一季的天梯呢 最簡單的 我舉兩個到三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說 所謂的頂級的 頂級的裝備 所謂的頂級裝備 是頂級的金色裝備 頂級的套裝裝備 就是它的屬性是頂級的 你就要把它留下來了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全套都是頂級的 那是會有價格的 那因為目前我臉比較黑 我沒有所謂的 比較 比較 比較新的 比較頂的東西 你現在看到這個人物呢 是非天梯普通級的模式 所以才會有上一季這個天梯 所以看一下 它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你只能用這些控筒分享 等到下一個天梯開始 這些物品將會變成 所以你務必要把你的東西全部把它清掉 一定要把它清掉 那這是普通級的模式 那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說你有什麼東西呢 天梯的東西呢 什麼東西你要留下來 到非天梯的機制裡面 我直接跳到天梯的模式的角色 跟大家分享 這一次是天梯的火法 火系的法師 你看起來就知道 我裝備已經跟之前已經有換了 我已經換了之前的裝備了 我的裝備算 如果你是新天梯的玩家們 什麼東西要留呢 我剛剛有提到 頂級的金色裝備 頂級的綠色裝備 只要你的屬性是頂的 這些東西 因為你可能想說 那跟普通級有什麼差別 對 這是個好問題 所以說 你在普通級大不大的 頂級的裝備 你在天梯裡面來講 是很值錢的 當然你因為下了天梯之後 就完全的 就跟飛天梯一樣 所以說 那你要什麼東西要留呢 比如說像這種的 頂級 我現在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頂級的金色的東西 頂級 金色的東西 像這個的話 這個升級的海蛇鼻子 頂級的是龍皮甲 35抗5 像烏姆 這個在天梯來講的話 這一件的話 是不便宜 這一件的話是不便宜 還有就是說 我剛剛有提到 像這種頂級的 全部加二技能的這種東西 你在飛天梯 如果你打不到 在天梯來講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非常貴的 那現在比較便宜 因為現在已經是寂寞了 再來就是說說 你的這些特殊的符文裝 比如說像這些 只能在天梯組的這個符文裝 你在天梯來講的話 夏天梯來講話 這些東西 都是非常包子 可以用的 比如說我現在舉的這個例子 那我現在已經 這邊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準備在等著我 就是說 在我的普通級裡面 可以再繼續用了 我們這樣一筆就知道 其實它這個是 它這個是有分 還是有差別的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還是有差別 就是一個加三 我們主要是看它的 減低火焰的抗 因為我在普通級 有一支火法 所以我就可以用了 然後這個東西 如果你的全部屬性是頂的話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貴 那現在很多人都在組這個 那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有 而且它的符文 又不便宜 又不貴 就是納夫符文法科斯 這個現在 大家都應該組得到 這些東西 那我就是說 我很建議說 如果你手下有 你的目前 你有 惡魔頭蓋骨 或者說拳罐 或者說這種 駭骨面罩這種 很多人都喜歡用 駭骨面罩 或者拳罐 那因為這個 防禦的話 拳罐會比較低 那駭骨面罩的話 大家都喜歡找 那個151D的 那個駭骨面罩 這些就要去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 精神盾 我的精神盾 如果你是 我的35 如果你是35 FCR的 你這個 不光是 天低 或是非天低 這個東西 絕對是保值 就是普通級的 普通級跟 非天低 是一定一定一定 可以留的 而且是一定 不會疊價的 他在 非天低跟天低的 價格上 他都有一定的價格 尤其你是高仿的 君主盾 147以上 四個洞的 都是有價的 只要你是35 高屎都是有價的 當然 如果你的屬性是 你的法力跟魔法系 都是頂的 那你的這個 君主盾 會非常非常非常貴 我提醒你 君主盾 四個洞的精神 君主盾 是可以留的 是一定是可以留的 那還有就是說 像這一些 像這一些 如果你是 藍色那種 屬性好的 比如說什麼 什麼 什麼 有一個什麼 反正你們自己去看 有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君主盾 那個藍色的那種 我忘記了 他的屬性很漂亮 哪有 這一些的話 這是我要洗的 像這個148 就是要洗這個 這個 鳳王 我是要煮鳳王 煮鳳王 煮鳳王在用 還有就是說 這個 五個洞的 五個洞的戰招 無形的香彩 你在天地裡面達到 請你 請你 請你一不必要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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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三個洞的 像這三個洞 還有就是說說 你在 天地組的戰招 戰招是在 暗夜部外省的天地跟非天地裡面 是唯一是保值的 那個 符文組之一 因為他不光是天地 他非天地 他都有一個價格在 如果你是 戰鬥命令是 六的 那 是非常非常非常貴 然後非常非常有價值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說說 如果 你是會洗到一個 好的 好的 護身符 就是說這種 因為我這個不是很好啊 高師的護身符 或是戒指 好的東西 我建議你 把它 帶到非天地去 會非常非常非常的貴 你可以去賣台幣 好的東西可以賣到 可以賣到破千 可以賣到破千 這個是不騙你 那這些東西的話 因為像這個東西 我臉很黑 我就洗不到那種很好的 這些東西 再來呢 就是說說 最後要提到就是 你們所謂的高幅 這些高幅的話 來講的話呢 因為現在寂寞了 所以說 背的話來講的話 就不是這麼的值錢 大家都是在玩橋 那這些可以看一下 我上次拍影片到現在 其實我已經有換了很多的高幅了 我預計在下次的天地之前呢 可能還會更多 當然我就是跟人家用換的 或者說用住的 或是用洗的 用大的 上去的 這些 如果你手上有高幅 這是可以保值的 iPhone的飛天地跟天地來講的話呢 符文是絕對不會掉價的 而且是絕對是非常高值的 還有就是說說 這個寶石 如果你是那種 40、45BD的那種的 你建議把它留下來 因為那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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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貴 最後就是說 這個小護符 小護符這些東西 其實我都是之前 我公益了一堆出去的 因為呢 就是屬性不是很漂亮 再來一個就是說 破棉板 破棉板的話呢 建議你現在 因為你只能在 那個恐怖區域裡面 能夠打到 現在那條破棉板的 趕快趕快打 趕快留下來 打到了趕快留下來 因為這個東西來講的話呢 到下飛天地來講的話呢 這個東西是有價的 這個東西絕對絕對絕對是有價的 不要說 好像賣給人家了 現在很多人都在收這個東西 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說我們要記得就是 我們一定要記得這一點 你看這些我都是要留下來 雖然87是太高了 可是我覺得加減要留 加減要留 像這些的話 還有就是說說 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是高屬性的浮溫組 素質漂亮的 你都可以留下來 你都可以留下來 像這些 像我這些漆甲 漆甲也是 差一點就是頂的 這我在牛油關打到的 那這個基本上沒什麼鳥用 我怎麼會留這個呢 這些魚 還有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OK 那今天呢 我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那天梯不到兩個禮拜了 那這段時間呢 大家有空呢 多利用這段時間去打打寶 然後呢 像我的話 我有一個固定的 SOP的打寶的那個流程 但是說 這樣子 慢慢的去打上去 那最後呢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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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祭中祭末的時候呢 聖騎士的東西都非常非常非常貴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一樣 就是說 不要說短時間內能夠制服 就是說你如果達到聖騎士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什麼要用的 你就拿去變賣啊 拿去跟人家換 你就可以換得到這些 當然這些要花一點時間 這真的是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呢 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這個努力是自己換 自己爭取到來的 並不是說說 我們用任何的非正當的手段 去獲取這些東西 那我也蠻意外說 這一次的天梯呢 那我玩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說我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 我不敢說我和我很富有 但是我去上一個影片來講的話 其實我多了蠻多高服 多了蠻多高 你看一下背啊 橋啊這些 但是反正那個中階的 伊斯特這些我反而打不到 反而換不到 因為東西 價格太高 人家也不太可能拿中低階的服務 跟你換 變成說 我就是只能 像這個也是 今天才服上去 今天才合上去 OK 我是Dito 我希望這個影片呢 能夠帶給大家 一個新的幫助 那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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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呢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一個阿奈波外城的老玩家 那我從1.0版 到 英文版的1.10 1.09之後 我就退休了 那 後來到目前的重製版呢 那我繼續再玩下去 這一次的天梯我玩的比較久 那 這邊我的負責任跟大家講 下一季天梯呢 我應該是不會再沖下去的 因為 舊版我沖了兩次天梯 我就覺得 非常非常的累 然後呢 如果說 拓荒 那很多地方其實都可以拓荒 不是只玩阿奈波外城而已 那就是說 因為 尤其就是說 大家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是後話 如果說 阿奈波外城 事已經要出來了 那我們下一季天梯 是不是只有那季天梯 值得玩呢 還是說 就是內季天梯之後 然後呢 然後 就 了無心理 我不太相信阿奈波外城 會把多餘的經歷也 花費在 這個20年前的老遊戲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 最後呢 我相信大家都是在 非天梯的模式裡面 在玩PK 包括我在內 我已經在訓練一個角色 在玩PK的 應該說是兩個 兩個角色在玩PK 那這兩個角色呢 我幾乎很少在我的Youtube上面 上傳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要 保持一點神秘 那一個是我 之前玩的很兇 那一個是我 完全不太很軟 但是我慢慢的去磨練 慢慢的去磨練自己 我是第一種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 對你有任何的幫助的話 請給我點讚 按讚 訂閱跟分享 我很少去愛求要求別人 因為呢 季末剩兩個 剩兩個禮拜了 那我希望呢 大家能夠呢 在NFVS呢 這兩個禮拜當中呢 能夠盡情享受這個遊戲 我是基隆 我們死亡空間見 謝謝大家 拜拜